旦 dit 好 那我們在這邊呢 打算 利用 額 比較簡易的 新加加編譯氣象 像是devc呢 來做一些 系架加上面 比較一般所需要 知道的一些 部分 像是有關於 class類別啦 檔案讀寫 f-string啦 甚至 包含一些比較簡易的 所謂的 運算值重載 所謂的 operator overloading 之類的一些東西 好 那我們第一個部分呢 我們先談的當然是 比較簡單的 檔案讀寫的部分 好 那我們就先切到 devc 好 這是我們devc devc的話 因為他 蠻久沒有更新了 所以這個大概是 好幾年前版本 在 使用的時候我們這邊稍微留意 注意一下 我們當然一個做法 當然可以先到 tools的地方或工具的地方 特別是 compiler option 有關於編譯期的選擇部分 那我們在這裡 我們 是添加了很多 其中一項是 呃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他所用的 C++編輯器 是所謂 GCC 4.92 64位元 release版本 那麼我們這邊做這樣的一個 highlight起來的一個設定呢 是讓他 可以使用C++14的語法 好 那這是一個做法 或者呢 你也可以 透過 cogeneration的地方 這邊去做設定 但是他這邊 最高也只有到 C++11 好 所以我們呢 這邊的做法就是 直接 呃 在這個地方 啊 把它打刺進來 記得這邊 必須都是要小寫 要打勾 那後面呢 當然 如果是優化部分的話 這邊我們是用O3 好 減大的O3 好 其他當然還有其他 相關的一些設定 好 那個我們當然就先不去提他 好 按OK 那接下來就是 我們看到我們標頭檔 好 所以這是一般的C++的程式 好 也沒有用到 好 另外第三方的軟體 好 好 所以當然這裡就是IOStream 那我們這裡會 牽涉到檔案讀寫 所以這裡就 比較簡單的話 我們就直接採用 FStream 那 當然命名空間 就是STD 喔 就一個簡單一個 組成式Main 直接進來 好 那所以在第八行的地方 我們就宣告一個FStream 那 這個 變數的名字我們就叫FF 那它這邊呢 實際上來講 它是去讀這樣一個檔案 這個檔案 有沒有存在 我們並不知道 它基本上 它是想企圖去讀一個文字檔 就 s0.txt 那 如果是讀檔的話 一般那個 這裡的做法是 iOS 雙號 印 好 那我們先出去讀檔的 等一下寫檔的 我們再把它改過來就好 好 那 萬一這個檔案呢 呃 它 第九行部分 如果失敗了 所以它是因為它 它 在這個 類別 FStream 裡面這個類別 它有個 fair的 fair的一個方法 如果fair的話 就代表它失敗 就是說它檔案讀寫 失敗 然後我們就return 後面的我們就不執行了 呃 呃 如果它成功的話 後面它就會執行 所以在13行這邊 我們就宣告一個 自竄 好 如果 會保險起欠呢 我們還是 把它引入 C++的自竄 這個標頭檔 好 那 這個自竄呢 Temp TMP 好 這就是個練習 那 我們這邊的話 是 FF去讀 好 去讀 好 如果讀到就寫 然後再 寫一個自傳 好 那我們先 執行第一次 好 那這邊 執行的結果很清楚 呃 它是檔案讀寫失敗 所以這個檔它根本不存在 呃 那為什麼不存在 因為我們還沒寫進去 好 所以 我們這邊呢 就可以把它改成是 檔案寫入 所以這邊呢 印就改成 out 好 這邊的話 不動 呃練習 好 那 所以現在要寫 寫的話 當然14行 當然這串流的方向 當然就改 改往 是FF的地方 好 那 那我們再看 所以我們再重新編譯執行 好 所以後面的這 兩個自傳都有寫出來 那我們要去看這檔案到底有沒有 那所以我們就到那個 資料夾部分 我們把 s0.txt把它打開 好 它確實是有 確實是有 這就是個練習 好 這就是練習 ok 好 那我們如果說 再把它改成 改回來 是印 因為它現在已經有了 好 所以這邊呢 方向就改回來 那 我們這邊呢 為了區隔 13行這邊如果是 這邊加個0 好 它應該是不會 輸出這個 所以15行 部分應該是它 真的去讀那個部分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 好 編譯執行 好 所以它讀到的 確實是從s0.txt那個文字檔裡面讀出來那個字串 這就是練習 而不是13行 這邊所定的那個初值 好 那 所以這個部分 好 有關檔案讀寫 特別是 文字檔讀寫 好 好 那你會發現它跟 吸印吸out的用法呢 其實啊 非常的一個接近 好 那 這邊我們當然需要 還要需要再提到的就是說 當你檔案讀寫完畢的 之後呢 最好是要做一個 檔案關閉的一個動作 所以在這邊 15行我們這邊再加上 點close 好 這邊再加上分號 那我們再 重新編譯 執行一次 好 目前的狀況 都非常良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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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